大概就这样 你就照我那个流程做 你就做得出来 但是呢 你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同学比较常遇到就是说那个指令 你差一个动作 尤其像那个什么切割 之前好像你可能容易漏实的地方 其实还蛮多的 比如第一个呢 我们底下的部分先来做 第一个呢 我们先点一下那个多边形 那多边形的部分的话叫几边 六边嘛 入六Enter 然后接下来的话 底下呢 因为我有一个边的边长 所以边长请你出入一Enter 一 因为我要指定的是一 它的那个边长 所以一Enter 然后边长的话 特别是第一个端点 请你在画面上点一下 然后呢 往零度方向拉一个80 就是它的第一点要自己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在80的位置按Enter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画出一个多边形出来 再来的话 我要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挤出 或者按拉都可以啦 其实这边的话 我们用挤出 挤出好了 OK 把这个地方 这个面的部分点一下 然后呢 空白键 再来往上拉一下 多少呢 高度为23 所以这边的话呢 输入23Enter 那底部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要在上面做什么 做一个脚锥 那这个脚锥 特别注意也是一样 脚锥我们前面也用过啦 那这个脚锥呢 它也是跟这个多边形用法差不多 点一下 但是呢 脚锥部分呢 你必须要指定两个东西 一个是它的边 所以你必须要先输入什么 SEnter 那几边呢 右边Enter OK 那再来的话呢 决定它的边 所以再来是E 先SEnter 再来EEnter EEnter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给它第一个端点在哪里 其实就是多边形的第一个端点 跟多边形的第二个端点 也就是你给它 第一个跟第二个之后的话呢 那底部就有了 再来往上拉多少 就是137减掉多少 减掉23嘛 所以是 应该是 127减掉23 所以是104 OK Enter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东西做连击 所以连击 把这两个 拳起来按空白键 把这两个连击起来 因为你如果不连击 等下切割的时候 你不知道从哪边算 因为切割等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 切上面 不过 我觉得连击会比较好处理 先把这两个先连击起来 连击起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呢